欢迎收看打开工跨麦 我是许中江 全台供电拉警报 台电预测明后天气温飙高 倍转容量 最低可能只剩下2.12% 恐怕出现供电警戒 如果再有大型机组跳电 将可能进入限电状态 而到底怎么回事 台湾为什么突然电不够用了呢 只因为和平电塔被台风吹倒吗 所以是电不够 还是15配电系统太单一 还记得1999年的729 全台大停电 就是南部一个电塔倒了 造成台南以北全部没电 那经过了18年 我们的15配电系统 还是这么的脆弱吗 台电到底在做什么 为何同样的错误再度出现 而行政院要求公务机关 不开冷气惹得民众火气很大 挑在最热的下午1到3点 冷气便送风 那到底能省多少电 会不会负面效应 大于省那么一点电 而且节电有很多的方法 新北市说他们是智慧节电 似乎在暗批行政院不够智慧 那工业用电大户 也可以优先节电 为何是要办公的 跟洽工的民众先汗如雨下呢 另外国民党积极布局 2018选战传出吴敦义要选高雄 朱立伦选台南 结果都被否认 还没有上任的主席吴敦义 传言一大堆 会不会损人又不利己呢 相关议题我们必须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众将好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邱廷卫 众将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成为副主委胡文奇 众将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台电执行限电 将从工业用户开始 接下来才是民生用电 分区轮流停电50分钟 台电强调将全力盘点 可用的机组电力 避免进入最坏的限电情况 来看VCR 我山 我山 我山山山 一大早民众到健保局办业务 本来想说有清凉的冷气可以吹 但是全台供电拉紧包 公家机关的冷气温度 得设定在28度以上 不少民众光坐着 头上就开始冒汗 还有人眼镜都起雾 说很热的话 可能比较拥挤的时候 就可能会比较 大家都火气暴躁一点 再调降一度比较好 真的很热 一天来还很凉爽 今天怎么来 怎么感觉 比较热一点 合比电厂电塔这一岛 少了130万千瓦的供电能量 即便工部门已身作则 从下午一点到三点停开冷气 呼吁全民节电 但实施一天下来 全台用电量还比前一天 没有实施的时候 高出近三百万千瓦 不减反增 和平电厂电塔修好之前 全台供电少4% 而且周四受到高温的影响 倍转容量率预估只剩下2.12% 剩下75.8万千瓦 恐怕亮出限电警戒的红灯 如果不进大型机组跳电 更可能转为进入限电的黑灯 届时工业与民生用电 都会受到影响 红灯的时候 在台电公司也是有一个SOP 比如总经理 会主持一个紧急的供电的检讨 比如说有些怎么样 让他能够多发一点电 想在预估上面是不会的 先从用电量 5000千瓦的工业大户 减少5%的用电 如果还不够 工业大户再减10到15% 民生用电的部分 也会分区轮流停电 每次50分钟 但是台电强调 将全力排点可用的机组 在和平电厂停工的这15天内 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好我们看到 这个行政员一声令下 要求公务机关 要停开冷气便送风 现在全台各县市 他们的执行状况如何 我们来看到有哪些县市配合到 那台北市的部分呢 是他们说中央空调不低于28度 桃圆市呢是调升空调系统的冰水温度 那市内的提感温温度是28到30度 新竹市呢是试建物性质啦 因为毕竟有一些是玻璃帷幕的 也没有对外窗 那他们说为民服务的 这个业务的内容呢 配合的措施 那台东县部分是办公室配合 但民众洽工单位呢 机房的冷气是照常运作 台中市的部分是28度以下不开空调 那规定时段改送风 屏洞县是冷气上午晚开一个小时 下午早关一个小时 还有新北市呢 他们说大楼系统夜间置冰 中午熔冰两小时并关空调 室内维持26到28度 基隆市部分是由市长来决定是否配合 花莲县是中午12点到下午的1点半呢 关冷气 还有苗栗以及南投县 28度以下不开空调 好我们看到 现在各县市的执行情况不一而足 只是说政府到底有没有说清楚 现在到底为什么电突然不够用了 还是电塔倒的关系 来先请到妹妹姐 咱们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过去18年前729大停电 当时就是南部一个电塔倒下去 造成全台大停电 那现在显然是不是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错误又可能出现了 我先说这一次其实不是电不够 是输配电出了问题 刚刚中央讲921那时候大地震 对不对729那时候就是因为有输配电的问题 包括上个月不是有这个也是有电塔倒了吗 也是输配电出问题 所以有人就趁这个机会说 核电厂赶快 为什么不要用核电 错了 你如果输配电出问题的话 你电再多都没有用的 你要对阵下药 就第一点 所以这看出来什么 老实说 就是那个区域上面 应该是各国也都是如此 台湾也应该这样 不要把它集中 像我们都这样 集中一个大型的这个发电 国民党政府是在这样 相信核电 然后发电到远端去 就这是什么 只要一个大型的电塔 那大型的发电中心 倒了输配电这样搞不出去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国际趋势都是怎么样 机组小型化 然后发电的绿能化 分散来源 那安全干净来源 那最重要的是 输配电呢 究竟 大家有很多小型的发电中心 这样子区域化 社区化 那这样又可以 这个一方面分散风险 那二方面呢 你大型的这个传输 有时候老说 那个中间线路损坏等等的 也都很浪费电 那这个是过去老说 国民党时代都没有做的 以前就是仰赖核电 这是不对的 那因此呢 其实呢 在这一方面 蔡政府要来努力 也是正在做的 这第一点 可是第二点 我就必须要讲 就是说 你觉得中午 下午一点到三点 这样节电到底代表什么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 每天是发电 用电的高峰 大概上午11点 到下午3点 那下午一点到3点 特别是高峰中的高峰 所以节电从这边开始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数字 我们所有的公务机关 你知道 这样我们总用电量多少吗 中将1.8% 下午一点到3点 你节省是0.03% 所以这样有意义吗 效用到底在哪里 就引起了民远一大堆 更多 更多 我真的觉得说 真的是活在云端里头 这个措施是很笨的措施 真的可以不要用了 因为大家可以问你嘛 那我要不要采购电扇 我插电通到哪里用电 所以这是不好的 不对的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措施 虽然我可以理解 但是在这边等一下 我要请教韦泽 就是说 可是马上也有专家就提出来说 其实有变变的你知道吗 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主要大堂电厂 本来说7月份嘛 结果跳票了 来不及了 那其他被载电力 大概能够用的都用了 可是他们说有两部机组阴影 一个是合一二号机 一个是合二一号机 合一二号机坦白讲 2014年那时候税修 后来发现一些问题 那整个这个程序上面 因为整个要检视 恐怕还没有完备 可是合二厂那个 已经完成税修了 那去年其实原来会 已经让它启动了 不过一并年以后呢 就跳机 那大家发现是因为呢 那个壁雷箱的这个线路 短路 那也修好了 修好了照表说可以启用嘛 那现在就有人说 就是因为卡在立法院恶斗啊 立法院说要这个决议报告以后 才可以来启用 那现在又很担心就说 那一去报告的结果 人家会不会又说开始耻笑 比如说国民党要开始说 政策法夹弯 然后又抹黑你 不辞行非合家园 是不是因为有一种政治恶斗的因素 所以不敢用 你知道吗 中江那个有98万千瓦 如果那个用上去的话 其实大概都不是问题 所以电不是不够用 不是不够用 而是输配电出问题 然后还有现在已经有阴影 那为什么阴影在那边 是因为政治恶斗的因素吗 也有人在问 还是台电的关系呢 我觉得台电老实说 我这边也要讲 我们台湾最惨是什么 台电说什么算什么 因为用电是高度专业的 他曾给经济部 我的输配电是这样 我的对策是这样 我们就接受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民间 没有强而有力的电力单位 电力研究中心 可以跟台电对抗 因为说实来 现在行政单位 这样的一个行政措施 感觉上好像说 你民众电用太多 所以你要节电 那工业用电大户 你是不是应该优先 对 而且大家在问 你台电到底搞什么 你到底这个管理 还有这个配置 有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就说 中江我们长期来 有个问题就是 台电说了算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垄断 全部专业人员都在那边 民间没有人可以跟他对话 可以有人有 足够的专业质疑 今天有一个立委跟我讲一点 我就觉得非常好 这也要提供大家形式的 我们电力研究中心 你知道吗 照到底说应该是国家单位 结果现在居然是 配置在台电里头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把它拉到经济部来管辖 那这样子 比如说这样子 就有一个大型的研究单位 我可以看看 你台电到底 跟他说是真还是假 你不能说台电给你的都照单全收 那我请问你 如果台电这边 真的自己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有一些 其实有一些种种的状况 我们不了解的 结果是民众招压 上级单位也只能相信你台电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正本清源之道 就是说 怎么样子让发电分散化 然后多元的能源中心 那另外就是说 我真的觉得长久之道就是 你应该要有个独立的大型的单位 从台电拉出来 跟台电能够有效对话 然后监督台电 我们的上级才不会老实说被蒙骗 那你提出来的对策 也才能够更切合接地气 切合人民的需要 因为现在说实在台电说什么 那就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行政部门也就跟着做 那行政院这次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要公务机关不开冷气 来 委屉部委员 刚刚梅梅姐也提到一些问题 再来就说 如果说这是台电内部的管理出现问题 那怎么搞得好像是民众电用太多 还要求说必须要什么 能源稽查 说你这个低于26度就要开阀 说实在凭什么对民众开阀呢 我觉得台湾是自由的国家 你电要用多少 只要人家有付电费 水要用多少 只要人家有付水费 这个政府机关是不能够强硬干预 除非是什么 战备的时候 或是说这个战争状态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所有的物资都进入空管 那当然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 我觉得其实自由国家应该得有自由情形 至于台湾平均人均的用电量 用水量用油量 有没有在世界各国的排比是怎么样 排序是如何 是不是有比别人家用得多 每个人平均用得多 那我不知道 那是可能要看客观的数据 但总的来说 节约能源总是好事 我们说真的 节约两种好事 那我觉得其实行政院现在在做的这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天将将大人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这个空伐其神 恶其体夫 就是说我自己先 我们把我们这公务员先弄很节约 你看我们都这么努力的 大家来拜托一下 因为你不能强迫人家 但事实上 因为不是公务员自己 就是说在那个尖锋两小时而已 是还有很多民众洽工 有些公务的柜台 譬如说外交部的去办护照的 或者护政事务所去办护集他们 这些东西就跟民众直接面对面 民众当然去那边洽工觉得很不方便 因为热得要命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也可能值得思考 那至于冷气要开28度比较节电 还是关掉比较节电 还是开电风扇比较节电 这是专业的问题 那我总觉得其实政府现在既然这样做了 这表示什么 政府现在如同刚刚美媚所说的 我们不是没有电 是送不出来 那送不出来过去 大家仲教领刚提到1999年729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台南 发生在台南 佐证的一个电塔 结果高压电塔 结果因为土质松动 结果就倒了 所以一连串就跳 没办法北宋 那为什么你要想要 我们想要 为什么我们南电要北宋 发电厂都盖在我们南部 电都给你们北部用 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用去分南北 很多建设生 大家因为毕竟都在一个台湾 我们互相合周共济 但那个时候就发生过 北部需要的电 大概1057万千瓦 可是实际上能够发电 是638万千瓦 所以大概300多万的千瓦 缺口是在南电北宋 那结果就一个电塔倒了 就发生 那时候是国安问题来对待 因为全台大停电蛮久的 所以说 所以等到那个电塔修好 那要不然之后你看 那个 因为是连锁反应 你不是说差300多万度电而已 不是差300多万千瓦而已 是到时候 因为每个地方都跳电 因为你电供应不足 那每个地方用电 每个一跳一直连锁跳 所以台电因为那个经验 才改善输配电线 就是有一些回路 不是说这个东西倒了 它完全就断了 那这一次 花年第一个电塔也是倒了 结果就出问题了 全部都做 就是和平电厂没有做 为什么和平电厂 它是说这是私人电厂 那和平电厂 因为是私人电厂 它不是台电的电厂 但是问题是说 你家电也是卖给你台电嘛 所以你经过这次教训 让国家或者民生 有这么大的不方便 你真的可能要把这个东西 思考周延一点 最后一个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跟台电 第一线的抢救的同仁 致敬 致歇 为什么 倒了是一百多座 两个礼拜能够修好 在崇山峻岭间 物资匮乏 交通不变的话 能够两个礼拜修好 一百多座 你不能苛求了 比如说 那么快点 我们怎么能撑两个礼拜 对不起 两个礼拜修一百多 我相信 我也希望 我相信军方一定有支援 所以 两个礼拜要修好 这已经是尽最大的能力了 我们不苛责台电的同仁 但是台电的政策 我们要要求 对 就是维修人员是非常辛苦 对 可是在政策 对 高阶管理人员 我们要问 因为决策是他下决策 你没有下达 就再造一个 那个电线的回路 那当然 就一个回路跳 跳了以后 整个都跳了 对 维修人员非常辛苦 但只是说 我们的输配电系统 是不是太过脆弱 因为过去曾发生过 那现在又来一个电台 倒了 我们的供电就吃紧 来文奇 怎么看我们的这个部分 台电是不是要去强化 那就是说 你在强化 也就是说 你台电要负起责任 而不是说 先去要求民众 要先去挥汗如雨 要先去关冷气 让大家忍受这不便 我想这个问题 基本上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切入 不过我先回应一下梅梅姐 其实梅梅姐刚才提到了一些 输配电线的问题 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民进党阿扁时任职 在八年 蔡英文到现在一年 这个问题其实理论上 民进党应该也有一些 思考的一个方向 第一个问题 我说先从 我说三个层面 第一个从法律层面 其实刚才仲角你已经有提到 就是说为什么是从 所谓的民生用电 公务人员下手 然后导致洽工的民众觉得不妥 不过今天在我出门前 我有看到 他现在如果万一 不幸发生限电的话 他会先根据工业用电的大户 因为事实上 在能源管理法的 电源不足时期 限制用电办法的第五条里面 其实规定的非常的清楚 只是可能我不晓得 蔡政府在初期的时候 针对公务人员的部分 他到底是不是对法律的认知 有一些落差 第二个部分在政治上 我觉得我们要 还是要解决根本的问题 到底为什么发生了这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 包含我要讲 为什么我们说政府之前 为了一些假新闻 他说要辟一个辟谣专军 宗教你还记得吗 那根据这个部分 为什么我说台积电 鸿海要过去 不是我们有看到 公总白皮书2017年 五缺 什么五缺六师 里面的缺水缺电 如果今天这些 不是真的问题的话 不是只有输配线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 我的意思我们要正本清源 不是民进党政府现在讲到 那是输配电线 不是 是因为他原本的政策 就已经是错误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下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的 我们包含看到说 其实不管他是不是 违背了他之前的 所谓的非核家园的一个政策 核二核核三的启动 甚至用到了核能电厂的备用机组 那是原本是在救急用的 其实你关注民进党 所有的一个紧急政策 你就会发现他简单来讲 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而且我要讲的 为什么美国商会之前 因为说八十项的东西 没有一项民进党政府做到 再来我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第三 接下来我们看下前瞻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次我们刚刚讲到的 所谓的缺电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想到 其实一次的捷运 基本上一次要用到 二十万户的一个电力 其实你就会发现 从这一次一个小小的电厂的一个疏忽 就导致了我们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说 其实基本上民进党政府 在这个部分 我讲的核能问题 今天也许韦哲哥在这边 庭位在这边 这是一个非常科学专业客观的东西 不是一个非核家园的 一个空泛的东西 就把泡住台湾 你觉得我们现在电到底够不够 当然是不够 还是不够 我当然是不够 否则工种还有很多美国商会 所有的大企业家 难道都是笨蛋吗 输配电也是个问题 你看一下谢长廷先生前院长 在7月31号在封传媒 我们绝对不会缺电 但电从哪里来 还不知道 我就说我们举个日本的一个例子 日本我们常常讲说 日本跟德国这些是所谓的 所谓的先进国家 日本现在要重启第五座核电厂 那德国的状况 人家有智慧电网 台湾连这个基础的条件 什么都没有状况下 民进党贸然的说2025 所以日本的核能专家一直在问说 奇怪我们这么先进 都还没办法承诺 做到这个状况下 为什么台湾政府 蔡政府感冒 大不会的做这件事情 最后我觉得从经济层面 你只要看到所有的企业家 用脚投票 就知道答案了 是好了 那美美姐我们稍后 也就是说 电到底够不够用 现在恐怕各说各话 但问题是 如果输配电系统出问题 那恐怕电足够也送不出去 那只是说 这次行政院的做法 到底是不是聪明呢 那政府紧急下令 要求公部门中午关冷气 只开送风 医生就警告了 室内通风差 湿度相对又高 就算开电扇开窗 恐怕也会有热伤害的风险 来看PCR 大热天的办公室 大热天的办公室 一枚冷气马上汗流夹背 额头不断冒汗 得一直拿纸巾擦 全身粘梯梯 实际测试 只要关一个小时冷气 温度就从26度飙到30度 但政府为了节电 要求公部门带头坐起 中午11点到12点 和下午1点到3点不开冷气 只能吹电扇 但医师警告 可别以为户外太阳晒 才会有热伤害 室内闷热就算开电扇开窗 仍然有热伤害的风险 如果室内的温度比体温高 比皮肤表面温度高的时候 就没效果 开窗户通风 主要是看室内室外温度的差距 如果室外温度 比室内温度高的时候 开窗户也没有效果 吹进来的是热风 一旦热到想呕吐 头晕甚至心跳加快 都算热伤害的前兆 想预防除了多补充水分 注意通风之外 也可以从温度和湿度数字 计算热指数风险 那如果只看温度和湿度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就是湿度乘以0.1加上温度 35到40之间 在这种状况之下 待久了可能会不太舒服 假如环境湿度50% 乘以0.1为5 加上室内温度设施30度 热指数就是35 容易感受不舒服 温湿度越高 风险也越高 要是指数突破40就跨入红线 特别是年长者和慢性疾病患者 抵抗力差更是高危险族群 中暑是小 甚至严重可能热到器官衰竭 节电关冷气 期间还是得先把身体顾好 比较重要 好我们看到行政院要求不开冷气 到底帮助有多少 来请教庭位 怎么看 还是说可能引来更多的不满 再来就是说台电的责任又在哪里 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时候 马上要回归 这个国家 这个行政院 要决策的就是能源政策 但是要思考的一点是 现在是2017年 是21世纪 但是你不能再用20世纪的方法 我最担心的这个问题 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常看了 台电的三部曲 第一部说快没电了 要限电了 第二个呢 就说你们不能把恒能厂关掉 不然第三部 第三部就跟你说 我要涨价 因为缺电没有电 所以我要涨价了 所以他用这一招呢 我觉得从小时候看到现在 就很多次了 我拜托行政院 真的不要被台电绑架 他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你缺电就缺电 他告诉你要限哪里就限哪里 你们自己应该要有能源政策 其实过去 不要说哪一个党执政 其实能源条例过的时候 其实他要开放民间来 可以经营这个能源发展的时候 台电是强力反对的 他整个绑架很多经济部门啊 什么所有的行政机关 他绑架了很多人 所以我在民间有很多朋友是从被挖角去国外 可能有新加坡有欧洲之类的帮他们发展这个风力发电的 人家都是高薪挖角去 台湾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 有 现在还有很多民间团体都说 他们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是就是被台电杯葛了 所以不要再回过头再讲这个核能非核或什么 我们是21世纪的 应该要进步了 所以也难怪我们被朱立伦笑 他说我们现在是智慧节 节电 本来就是智慧 是做得到的 因为他其实他有一个副市长 可能仲良哥不知道 他有一个副市长蛮厉害 以前是能源局的 是叶慧卿 他很会 他很会这个能源局的策 节电有很多方法 对 节电有非常多的方法 所以我也是拜托说 行政院真的不要被绑架 不管像我们现在开车出去 我们会觉得路灯好亮哦 你的路灯你可以先开一盏 关一盏 有很多种方法 你不应该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就造成民生用电的不方便 而且呢 这样就造成大家 好热哦 算算核能长再开好了 不好意思我再强调 现在21世纪 我们应该要用最智慧的方法 就像如同朱立伦说的 我们要智慧节电 这是我第一次说 他真的好优秀 他讲的就是智慧节电 所以我希望行政院不要说 台电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台电很多钱 他还给很多民意代表什么补助啊 什么有的没的 但是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漏息 不能每一次 大家谈能源政策谈一谈 最后还是 对就只要提到电不够 就是核能出来了 对就是核能出来 然后最后我保证 一定会跟我们说要涨价了 以后夏季的用电又要涨价了 我希望台电呢 也可以呢 制止你们自己这种歪风 这个三部曲已经用很久了 我们也看得很厌倦了 希望呢 我们政府彻底的来解决讨论这件事情 而不是每一次都喊绿能 喊能源 最后都无疾而终 对的确 而且替代能源 是不是背后就是台电在撤走呢 美美姐 你的了解 也就是说 刚刚庭委说了 21世纪了 结果我们看到行政院推出的 节电措施 真的是还停留在20世纪 就立法院还去采购电扇 那电扇不用插电吗 所以我们就说这是很笨的方法嘛 就是什么下午1点到3点不开冷气 这真的不对的啦 就是他非常不经济不效率 那同时他其实引起了很多的民怨 那行政院现在蔡政府有没有在做 有啊 离岸风电啊 太阳能 就是绿能发电最重要的两块 前瞻计划里头有没有 编了好多预算在里头 所以拜托国民党不要再杯葛 这第一点 第二点确实 国民党时代就这样 什么都核能 谁跟你说核电 就只有核电可以用 我告诉各位 你如果去翻历史文献 1994年台电就在那边讲 没有核能 我们就要跳电 台湾就要死掉了 然后到现在呢 对不对 核市场我们也没有用啊 有死掉吗 没有 就恐吓我们 为什么 因为核电的利益太大了 你知道吗 韦泽当立委就知道啦 他如果跟你说 我不用那么贵的 我就会败险 你敢不给他吗 所以在这里面 就说你怎么样让这个台电 不要自己又是求援兼裁判 发电 供电 配电 买电都是他 那当然这里面就会有问题 那其他的这个 这个业者想要进来都没办法 对 我有朋友就是这样 他要响应再生能源 结果你知道吗 台电买他电的钱 越砍越少 越砍越少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阻碍人家进来 分这块饼 那第三点 我简单回应一下 文琪就是说 我同意你讲的 这个有关于配电的这个区域化 民进党也执政过 所以要思考 那国民党过去做的不够多的 那现在蔡政府要加强来做 可是同样的道理 你说电不够吗 如果真的所谓的电不够的话 难道中间马政府没有执政吗 更长期的执政不是国民党吗 我可以告诉你阿扁时代 大潭电厂不就是阿扁时代弄的 还比你当初国民党的预算 节省了一千五百亿盖出来呢 而是说过去在马政府时代 真的他把心都用在核电厂上头 这是出问题的 所以搞清楚一点 那大家也不要再讲 再喷口水了 我觉得对民众来讲就是 我电有高 这样就好了 那现在不管说是不是 这个核电本来 什么叫非核家园 不是说那现在核电都不需要用 而是说不把它研溢不把它多盖 到一步一步发展绿电 那各种来源 渐渐的取代它 所以也不要再误导民众 你就是违背非核家园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最后再讲 谢长廷先生的话 你也不要给他断章取韵扭曲掉了 他其实整篇话 我非常仔细看了 他是在讲 台湾跟日本文化的差异 那个差异就是说 日本人可能一个东西 要规划得很缜密 当然成功率很高 但是他们修宪要说七十年 还没收到 要说我们台湾已经收起来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加拼 那就好像当初 我们非核家园是共同的目标 所以2002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签订了 非核家园还有环境基本法 可是在当时签订的时候 朝野听好 朝野大家都还不知道 替代能源百分之百在哪里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敢做 是这样的精神下去 所以当时签订是 国民党民进党 朝野大家共同的 我们有个愿景理想 所以你也不要一句话 拿来给人家断章取韵 他主要是讲说台湾赶拼的精神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也讲到就是说 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输配电要把它分散化 发电要把它多元化 所以离岸风力发电都在做 那最后是不要让台电垄断 那在这边你要耳冲目鸣 所以我才会说 把这个电力研究中心 从台电独立拉出来 直属到经济部 经济部这样子 你才不会被台电的高层蒙蔽 对的确 文青你要回应一下 当然来讲了 我还是要回应美美姐 基本上我们强调 现在民进党全面执政 全面负责 那好这一次我们就看他这四年 他有没有做到他讲的 就是这件事 我还是强调 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国家都不是笨蛋 如果离岸风力发电 还有太阳能风电 已经可以达到所谓的商业运转的规模 跟经济规模的时候 没有人会选核能 拜托这个问题非常的科学专业 我意思说如果有一个好东西 不会污染 又可以永续地球 又可以减低碳排量 没有人会不选择这个 但是现在我们在调 为什么每个国家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 那我举了日本 我们来看一下德国 现在保有八座核电厂 一年有三分钟以上 停电的次数高达二十几万次 每年他的那个所谓的 那个二十七的一个资产的能源 而且他还可以跟欧洲的 所谓的智慧电王相并演 难道我们将来是说 没电的时候 要去跟大陆买电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政府不应该骗 今天我老实讲 没有人想要看到民生受害 但是重点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不能够 透过一个痛彻心扉 假设真的不信限电 你自己的能源政策 我刚才讲的 举了几个例子 包含李静勇 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什么禁止 什么深煤燃放的条例 大潭电厂的环平 韦泽哥在这边 大潭电厂的环平 有没有老老实实实 真正的合法的通过 事实上现在重启核二核三 什么那些的机组 都是旧机组 反而更不安全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文杰说好像感觉 国民党思考还是高度永和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替代能源 都是不稳定的 不是 台湾必须考量 自己的国家的生存战略 今天如果我们的对岸 基本上跟我们友好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再一次也强调 没有人会笨道去选择 可能真的那核废料 要好久好久 但是今天国家的一个战略 所以我说今天 你也没看到林毅雄出来 核二核三 还有大潭电厂 各位还记得吗 为了紧急备用 他用的是核能电厂的紧急发电 那是要救急用的 民进厂把这些通知 不应该拿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拿出来 今天万一如果发生状况 民进厂政府要不要负责 我们留点时间 为这位委员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把那个观念 故意混淆掉 我们这个非核家园是到 我的基本定义是 核一核二核三 依照它原先规定的年限退役 那在没有退役之前 事实上依法是可以重启的 那现在立法院也把这个钥匙 就交给这个 就把这个权利交给这个台电 一个原人会 只要原人会评估 没有安全的顾虑 但是行政院院长宁全在 去年11月25号的时候 已经讲了 核能是最后的选择 所以即使如果我们够用 我们就不会 即使核能电厂 现在有基础在待命中 基础在待命中可以用 但我们选择不要用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也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但是如果真的碰到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用电高峰 又有其他的火力机组 或其他的天然气机组 坏掉的时候 那你就面临选择 你要启动核能机组 或者是 可是那你要看替代能源 有没有积极去做 对啊 对不对 那您刚刚提到 核能 和平电厂的那个 太阳能了 不是说蔡英文上来这一年 马上就可以把那个 输配电弄好 但是问题已经出来 就去解决 是蔡英文政府的责任 这是没有错的 最后 我觉得其实 现在我最唯一的担心说 大家已经政府已经那么辛苦了 这大家记得这个图吧 这是什么 这个是马英九当初 马英九当初他说总统府里面 我都没有用电 我都没有开 结果呢 他后面被抓包 里面的冷气是开的 有开的 所以政府机关 千万不要被人家讲说 哎呀 行政院长或谁的这个 这个办公室里面 大家都说政府都说不能够开 开冷气 你就会自己开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公信就破产 所以我们觉得 对我们来讲 这个两礼拜是痛苦的 但是希望能够 大家共体时间度过 好 这个台湾到底 电够不够用 即使是够用 其实大家也要节电 只是说 现在的行政院 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 但也要给民众 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么忍耐之后 那么是不是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呢 先休息会 稍后再来关心 国民党党主席 吴敦毅还没有上任 但是传言一大堆 说他要去选高雄市 朱立伦要选台南 那么还现在传出 韩国瑜要选高雄了 传言一大堆 到后面又被否认 会不会损人又不利己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传言国民党主席 吴敦毅昨天才否认说 要选高雄市长 今天党内又传出了 有意让前北农总经理 韩国瑜 先出任高雄市党部主委 再选高雄市长 韩国瑜说呢 确实有熟悉 党主席的人士 探寻过他的意见 但吴敦毅本人 是没有跟他谈过 来看VCR 前一天国民党 准主席吴敦毅 才严正驳斥传闻 不会去选高雄市长 隔天就传出 党内规划了 前北农总经理韩国瑜 先出任高雄市的党部主委 再投入市长选战 他们也有做了相当的询问 因为没接受 比较更艰困的挑战 然后当然你晓得 在高雄台湾地区 对国民党来说 是比较艰困的 他们也当时询问 我个人的这个意愿 可是目前 我还没有被 新任的党主席 或新任的秘书长 面对面的告知 坦诚有青蓝人士 竟来不断劝劲 韩国瑜保留 弹性空间 您觉得您会被说动吗 我想我会跟他们 坦诚的交换意见 包括心里面的一些想法 应该这样讲 各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8月底以前 这个当然一定会出来的 言下之意 似乎在等820 武敦一就任党主席之后 态势就会明朗 出身新北镇村 曾当过三任立委的韩国瑜 在日前参选国民党主席时 曾经发豪语 如果当选 愿意清征 艰困选区 我也做好了 就是要准备 吃骨送难 带领蓝军打仗 带领蓝军的士气 往前冲 如今传出 是蓝营规划中 高雄市长的骑兵人选 是先放风声 是水温 还是虚晃一招 武敦一应该最清楚 好我们看到 武敦一还没有上任党主席 传言就一大堆 来请教廷卫 怎么看国民党 这样一个发展 这么多传闻 结果都一一否认 但问题就在于 这些人选 即使是传出 是测风向 但是对国民党 会有帮助吗 应该是对特定人 可能有帮助 才会有人刻意 放出这样子的风向球 但用想的 我们也知道说 又有人要为朱立伦 吃这个毒苹果了 那毒苹果 他已经吃了几次毒苹果了 那他其实也是 蛮无奈的 你看他没有要选新北市 然后也被派来新北市 然后后来又去选了个总统 都不知道像那个人 现在呢 叫他 好像说他要去选台南 到底是真心的是 想叫他去选台南 还是给他压力 叫他去选台北 我们也不得而知 不过可见 你知道国民党真的没人知道 再怎么讲 讲来讲去也是一直在讲朱立伦 叫朱立伦去哪里选 因为我们一看 吴敦毅 吴敦毅选高雄 他都当过副总统了 我是不知道他怎么可能 回国去选高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国民党 他们要布这个选战的时候 然后有人在出招 这不可能空穴来风 有人就放这种假风向 这一定是在侧风向 看看说 跟朱立伦来谈谈看 虽然我已经有松口说 没关系 那个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的话 我们尊重 尊重这个朱市长 他的意见 可是呢 下面又再继续在角力 所以政治啊 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 这样看看而已 不就你了解朱立伦 他经过党主席 或是选总统 说实在也真的是吃亏 受创很重 那他现在是不是想走自己的路 自己决定 不要别人来办法决定 我觉得他其实 我觉得他已经有 已经受困在新北市这里 然后之前去选总统 这样子又失利 他已经知道 他规划他自己的路 他说他走他自己的路 当然他还是有他的总统梦 他不要让人家摆布说 我叫他去选台北 他就去选台北 选不好 选得好怎么样 反正他都是受伤啊 对就是吃力不讨好 他现在就是默默的想要压着滑水 未来他有MHD会当总统 他就是好好做他的事情 他想要说他做自己 我认为我认识的他 他就是这样 其实他以前一直都这样 可是为什么一度会迷失呢 一度会迷失就是因为 有人一直为他吃毒苹果 苹果看起来就是又大又美 又好吃又甜 可是是毒的啊 吃下去伤身啊 所以啊 所以说朱立伦已经吃过几次毒苹果了 他选党主席也是个毒苹果啊 选了以后你看真的崩溃了 所以以前他曾经是 国民党终身代真的是 真的是明日之星 可是到现在 现在已经落到什么田地了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说 国民党 我还是希望说 国民党可以好好振作 不要一直这种出招 你们应该好好的从基层栽培你们的人才 不要动不动就在 其实你说他们在讲朱立伦 其实是在想封他的路嘛 就是有人未来可能也想选总统 想要封掉朱立伦的路 所以我希望国民党好好的 在你们基层好好栽培的人才 不要再用这种手段 好文旗回应之前 我们先听听美美姐的意见 美美姐怎么看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发展 就吴敦义即将上任党主席 但问题是你推出来这些人选 不管是风向也好 或说至少让民众觉得这个人选 好歹有一个心意吧 或说好歹有一个期待吧 让人家觉得你这个党还有点希望 那现在看不看得出来 说真的 当我刚开始听到说 吴敦义松口可能会去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我觉得吴敦义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如果这个真的是他有这个意象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厉害会厉害再说 我都已经回去选高雄市长了 对他来讲 这个是稳赚不赔的气 怎么说 这是逼朱立伦吗 对 我跟你讲选赢了立大公高雄 这个铁票区就算选输了 听我讲选输了选赢后 他还是他更可以带着战功上去 他那个战功有多大 选输了我为党牺牲奉献 国民党已经太久没有牺牲奉献的一个人了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借此来将军朱立伦 我都已经去选高雄了 朱立伦你要不要选台北 那你要不要去选台北市长 我是党主席 这个很厉害喔 那这样子为什么 因为对吴敦宇来讲 大家都知道他选党主席是为了选总统 2020谁可能是蓝路虎朱立伦 我如果能够把朱立伦困在台北市不是最好吗 朱立伦选台北市有没有可能赢 当然有可能 我必须要讲 从民调显示 他现在输柯文哲一点点 柯文哲是现任 那台北市我一直觉得其实还是蓝大于绿 坦白讲 所以朱立伦来 他会形成一种效应 那朱立伦如果真的选上了 就注定困在那里 朱立伦如果选不上 那对不起 你也很难跟吴敦宇比 因为吴敦宇是牺牲奉献 不过吴敦宇刚刚脸色临重说 绝对没有这个事 可见他还是他的人性在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他就不会了 好 那问题是 那这样子接下来 那他跟朱立伦是什么样的关系 不过你再注意看 有个悬外之音 吴敦宇说新北市长的轮选 他要尊重朱立伦 那这代表什么 四出善意 有可能另外一种台面下的 无珠合作 因为对国民党来讲 如果2018再垮了 新北市也没了 台北市也光复不了 那对不起 国民党注定边缘化 甚至走向泡沫化 所以也许在这边用生命共同体的 共同利益结盟 那这时候大家互相 什么样子的筹码交换 这就可以值得来思考了 不过你看得出来就是说 国民党内确实卡位内斗 还是很凶的 那至于现在有人说 还没有征询过我 不过我愿意来这个 这个为党奉献牺牲 韩国瑜 对韩国瑜 其实我认识他很久 也不好意思这样消遣老朋友 不过我也必须要讲一声 你要为党牺牲奉献 你也要吉祥搞 比如说当年 黄信介 元帅的东征 大家很感叹 果然真的还花脸真的引来 因为为什么 分量够 因此但是在放话的同时 老实说也当然让自己的存在感 曝光度 Gipso升级 不过这个想法跟现实是有落差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我认为民进党不能掉以轻心的事 不管如何 即使国民党有内斗 但是吴敦毅 我认为对他来讲 2018一定至少要守住新北 最好能够拿下台北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他们基于利益共同 还是会瞧出一条路出来 这是民进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 来来 温奇怎么看 这个现在传言一大堆了 对党内是好事吗 还是反而是伤害呢 我想就是听听就好了 因为我套用刚才吴敦毅主席讲的话 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绿营的朋友 这么的关心国民党未来发展 我很感动 再来我要讲的是说 政治本来就是一门可能的妥协的一个艺术 容许我举例 其实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例 我说如果以DPP的案例 我们来看到 最近不是也看上演的赖清德跟蔡英文 然后我们的新台湾国家的智库 那个孤宽敏还跳出来 各位还记得书械之争 那时候剑刀剑血的那种杀伐吗 谎论那时候陈水扁是怎么样出来 是量身定做让他去选总统 我觉得那个都是过往老派政治的一个做法 现在重点就是说 其实国民党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耳目一新 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 现在是说我们如果关注之前 洛杉矶时报也写出来了 蔡英文总统的民调现在比川普还低 其实我是建议民进党的好朋友 好好的关心自己的一利一休 还有很多诸多的政策 我觉得自己先关心自己 现在国民党内部是不是也是一种老派政治 还是依然存在 没有所以我说接下来我们看着吴敦义主席 接下来我们看他听关其言听其醒 我们看他做了些什么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 政治本来是有一种动态的 谁会想到蔡英文当时的高民调 不到一年就死亡交叉 所以如果吴敦义做的不好 他就必须接受台湾人民的一个惩罚 所以我认为他自己会非常的一个小心 我想国民党不能够再避免过去那种大宅门 说要让你怎么让大家心服口服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游戏规则 让大家可以遵循你输了你就不要在那里哭 不要在那里就是尿懵 我觉得只有把这个机制建设出来 有有有有 我看比起我刚才讲的 我说陈水姐还有书洩之争 我的意思是说两个党基本上好好的关心各自家门内的事情 国民党怎么样在一个破败的一个状况下 由吴敦义重新带领大家走出低埋 我的吴敦义当然自己要不然 否则我觉得刚才我讲的赖清德 各位还记得伊能静那个落入凡间的精灵 悲伤朱立叶吗 你就看到了嘛 其实民进党的问题比国民党的还多 而且他是执政党 我的意思说好好的把心思放在治国的一个大方向 国民党的问题我们自己会好好的解决 来证明给所有台湾人民看 这些传闻是不是也会让吴敦义变成悲伤无敦义呢 当然外界也都高度关注 这些传言到底是卡位还是政治算计呢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国民党布局2018的选战 来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些传言 是所谓的这些政治算计还是另有盘算呢 有一个古宴叫做一鼓作气再衰三而解 当然也有一个过去一个童话叫做放羊的孩子 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所谓的布局 不管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啦 所以一会儿是传这个一会儿传那个一会儿传那个 那对于这个国民党蓝军在高雄的布局 一会儿传吴敦义 吴敦义马上延迟否认 重来重来重来都没有 那接下来又传朱立文 朱立文说不会不会不会 那现在到底是要怎样 韩国瑜说我要我要我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谦卑再谦卑 韩国瑜也在想一想 就是说当初这个周习伟老县长是怎么样 当他表态说 你看吴敦义有找我来讲 吴敦义就讲说 我这是征询而已 征询了不算什么 那你看 那韩国瑜还不是吴敦义亲自征询 是跟两边都熟识的人征询 觉得未免太早一点 所以吴敦义当然他的算盘 他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 新北跟台北有不能输的压力 但是在台南跟高雄有提振士气的这个诱因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 这两大党这个布局我们都予以尊重 只是呢 当然我们觉得其实现在在那边拆人选 尤其说被提到的人选就纷纷就出来表态说 我怎样这样 我觉得其实老百姓在意的说 市政还是要做好 我说真的啦 那尤其现在你看台湾现在的民众 就是中午 中午你让他没有办法有个比较清凉的中午 他就已经很生气了 你还要说怎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未免台电的这个同仁之余 我相信我也希望政府要拿出更有效的办法 对 而不是就是说你如果现在 就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如果这几天你能够把大的工业用户 你能够说服他 他不管是用备用系统或调整他们的作业方式 中午的时候先休息或怎样 然后呢 这个中午的电影能够挪出来 然后买回来给民生用电用 那这样子的话就奥弥陀佛 就是民调就不会再跌 所以我觉得是不管是用电 不管是政治都存乎于心民生而已 对啊 这个执政党要有一些聪明的方法 那在野党推出的人选 也要是一个值得期待 而不是推出的都是老人 听委怎么看 刚刚这个文琪也提到老派政治 但传出来这些人选 包括吴敦亦朱立伦 或韩国瑜也都是老一辈的人 那国民党怎么都没有新兴的一些人选 能够让大家有所期待呢 不是我刚刚就讲了嘛 朱立委已经算他比较新的中生代 就快被他们打死了 那所以刚刚文琪在讲 我不好意思笑说 国民党就是还是继续老派 不是我们要讨论他 我们也没有 不然国民党消失好了 我们不要担心他好了 这样以后都不用讨论国民党 那问题是国民党 他自己就是用这种手 到现在还一直在放这个 假风向来测风向 然后逼谁逼谁 好像是以退为进 还是以进为退 我也看不清楚 国民党就是没有让人耳目一心的人选 不然文琪也可以出来 问题是 问题是你们新一代的中生代的 都没有人通通都断成了嘛 对 过去人家都开玩笑讲说 如果国民党要出头 就是要比存折 他后面的数字零最多的 还有哥哥爸爸 才有办法出来选嘛 所以不管是地方或是中央 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国民党可以真正有一个公平公开的机制 可以推出一个初选 不然他们都是画画 你看现在吴敦英又说尊重朱立伦 尊重朱立伦什么 是尊重选民还尊重朱立伦 应该要尊重新北市市民他们想要呢 国民党推出哪一个市民候选人 因为我们民进党也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比民调 真的大家 所以不是尊重的问题 是尊重选民 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清醒说 要尊重的是选民 来来文綺要不要最后回应了 简单来讲 我觉得如果以 我还是感谢廷尉啦 但是如果比起罗智政 吴炳锐最近发生的这些风风雨 记得吗 游锡坤说他推荐的是苏贞昌 是不是也是老派政治 所以我说两党的政治 有各自的局限 跟各自要解决的问题 但重点就是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游戏规则 国民党一定会重新东山再起 因为我们会用一个全新的制度 让所有的党员全部都心服口服 我想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政党政治 可以解决